据财政部中央绝预算平台网站消息 近日财政部发布 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可再生能源电价 附加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向山西、内蒙古、吉林、浙江、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波复2022年度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合计38.7亿元 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按照预算管理要求 尽快将补贴资金拨复至电网企业 或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项目企业 电网企业应严格按照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 将补贴资金拨复至已纳入可再生能源发电补助项目清单范围的发电项目 在拨复补贴资金时 应优先足额拨复国家光伏扶贫项目 50千瓦及以下装机规模的自然人分布式项目 至2022年度 优先足额拨复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系统项目 至2021年度 优先足额拨复2019年采取竞价帮式确定的光伏项目 2020年其采取已收定之原则确定的符合拨款条件的新增项目 至2021年度 对于国家确定的光伏领跑者项目和地方参照中央政策建设的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优先保障拨复项目至2021年底应付补贴资金的50% 对于其他发电项目 按照各项目至2021年底应付补贴资金 采取等比例方式拨复 电网企业在拨复单个项目补贴资金时 不得超过发展改革委确定的合理利用小时数 这不是照项目的事吗 对于公主的装复 序目的力量 Moving on